亞特蘭大市北部的285號高速公路上 今天早上出現了驚險的櫻木 一架載著4人的單引擎小飛機 墜毀在高速公路上 集體還起火燃燒 機上4人 無一生還 索性路上沒有人車被搏擊 而這起意外也造成高速公路上 車輛嚴重回堵 從行經意外現場的駕駛人 所拍攝的畫面 可以看到墜毀的小飛機 已經起火燃燒 這起墜機意外發生在亞特蘭大市 當地時間早上10點 當時算是過了285高速公路的 車流尖峰時間 許多駕駛人看到 越飛越低的小飛機朝路面飛來 都嚇了一大跳 這起意外 沒有搏擊高速公路上的人車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根據了解 這架小飛機原本要飛往密西西比大學 機上的4個人 包括父子3人以及1名女子 幸好